就是這句冷氣還不錯引發炸鍋 七一六當天氣溫直逼三十五度 只見從蔡英文到民進黨黨政高層 一堆人穿著厚厚的賴清德競選棒球 外套在原山飯店大吹冷氣 不過畫面一轉 同一時間的凱道是這個樣子 民眾熱道狂冒汗 甚至有人中暑倒地 上萬人頂著高溫 向蔡政府高喊要公平正義 這畫面一對比實在是很諷刺 網友大酸人民曬肉乾總統吃喝川 不是說好空空場合只能開二十六度 結果自己開會冷到川外套吃哪一招 用何能吹的冷氣真涼 還有人說大小姐吹冷氣 吃法餐哪會管刁民們 不過現在綠委一個個跳出來 護航竟然說蔡英文只是開小小玩笑 這個蔡總統我覺得 他只是一個小小的這個開玩笑的 這樣子的一句話 做一個總統老百姓是在購怎麼樣的生活 你一定是每天會看嘛 那他進去怎麼會說 這裡冷氣不錯 你其實是在諷刺外面那些人 曬太陽曬死你們啦 日圓護航理由白白種 劉世芳說在飯店開會有冷氣是正常 郭國文則是怪棒球外套太厚了 就讓網友是炮轟民進黨權貴冷氣涼道要穿外套預寒 是用愛發電的冷氣吧 更有人大酸蔡英文這話是對在列陽下的上萬民眾開的小小玩笑嗎 昨天的冷氣說其實是針對外套 因為外套穿起來 因為昨天的外套其實是稍微有一點厚 夾克這種東西是什麼時候要推 你是不是要天冷的時候再推 你這酷暑當頭的時候 外面太陽大了個鑰匙 結果你在推夾克 你有毛病嗎 你想就是故意對著幹的嘛 不過上萬民眾怒吼 蔡英文穿外套躲進冷氣房 凱稻汗水臭 原山凍死骨 民進黨不知人命疾苦繼續跟民眾處在平行時空 記者黃家瑋 張書函 台北報導